大家好我是DimeBK 我们今天来到了广州 今天来看的是贪婪大地的游戏制作人老V 他是一个人的工作室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人做一个游戏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当时老婆也其实对我挺不满意 怀孕之后呢就会发现一周吵一次 生完娃之后呢就发现一天吵一次 所以我嫁来他们家之后我就觉得我在历劫你知道吗 你看一下吧 好我们现在就要等制作人老V 他来了 你好 你好 然后我们还是老规矩嘛 这个你做这个游戏的体验是从哪来的 一部分是自己的积蓄 然后一部分是发现给的预付款 还有一小部分呢是在爱发电平台上玩家的支持 你估计大概这是一个多少钱 一共吗 大概是一个多少钱 好说吗不好说也没关系 几十万 几十万 OK 那这个现在是游戏还没上线是吧 对 是打算什么时候上线 8月4号 8月4号 那我们片子好像是8月4号发 那就是相当于今天上线了 恭喜 好好好 那我们上去聊 好好好 走 这是客厅 家里有小孩所以比较乱 正常 正常 这是我结婚照 那你老婆 对对对对 我们当时是在MobileVista 我当时做的是HR的工作 然后他也是做IT嘛 到了19年我们刚好在做一个项目 有点类似于导师制的项目 就是他是老师 然后我是一个项目的发起者 因为他的技术其实是他们团队算是比较不错 像Top3之前的吧 他的代码是属于那种就是 你十年之后再调出来用 其实你是能看得懂的 就它不是一个零散 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构造吧 而我呢当时就学说 哎写代码也挺有意思的嘛 然后我想我去学习一下 跟他学的时候呢 会线上跟他问一些东西 我说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Java这个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这个人很热情 后来我们就吃了一次火锅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你是怎么到广州这边来工作的 我在广州读了大学 然后毕业后就一直在广州工作 哦 你读的什么专业 短精工程 哦 这个那为什么会读人家工程 因为以前比较喜欢玩游戏嘛 然后就想着可以选一个 以后有机会做游戏的一个专业 我一开始的话是做业游 网页游戏 然后后来做手游 然后再后来去了一个广告公司 做那种交互广告 然后当时也觉得一直这样做下去 很没有意思 然后主要的一个转机 就是在20年8月的时候 黑神话悟空发了一个视频 我当时看到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很受到触动 觉得自己也想要做这样的东西 然后就在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去自学虚幻引擎 然后就弄了一个demo 一开始我都是在建制开发嘛 所以我在原来的工作上干 然后晚上回来自己开发 2021年吧 就因为是双检嘛 然后我其实是被迫离职了 然后就空档了一段时间 他当时其实有一点想法 就是想要创业 但是我当时说我又没有工作嘛 这样的话就家里面就少一笔收入 其实我老婆是挺支持的 因为当时她已经怀孕了嘛 这个事情就觉得 我这样弄工作不稳定 但后来还是支持了我这样子 生活费用 其实最大头就是房贷 就一万五 然后因为儿子出生了嘛 然后平时我跟我老婆都需要工作 所以请了一个阿姨来照顾 是六千多 然后还有就是物业费 水电费等各种费用 然后就是平时的 买菜吃饭的费用 这个一共加起来的话就不到三万 我说你现在还房贷 然后家里又要开支 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的目前的存款 如果能支持你去度过 这个两到三年的创业期的话 那你就去嘛 那前提是不能忽略我 这是小孩的 小孩的照片墙 就是她从小 然后一直到现在拍的照片 我是边怀边工作的 女人她虽然怀孕会比较辛苦 但是也不影响工作吧 反而你怀孕在家 容易焦虑和抑郁 对 出来工作其实还好 包括我去检查的时候 我都是选距离公司跟家中间那个地方 然后我早上七点多去检查 然后我检查到九点钟 我正常去上班了 主要是我沉迷于开发 没有做家务 没有关心她 没有关心儿子 就我怀孕第一次哭吧 也是因为她干活这个事情 就她那天工作工作很累了 然后她就跟她的那个好朋友 就是在那里玩游戏 然后我就在主卧那里 就是我整个人吐得很辛苦 我已经吐了连胆汁都吐出来了 就甚至是感觉味都快出血了那种感觉 然后她一个人在打游戏打的就是 我都听到叭叭叭叭叭叭声音 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嘛 就那时候腰就哭 就是直接就哭出来了 哭完之后 她就问我你干嘛 我说 然后我都没好说出来 我眼泪就啵啊这样流下来 流完之后我就说 我说你工作辛苦 我说我理解你 但是我都这么辛苦了 你就不能够在空闲的时候 来体谅一下我嘛 然后她其实也没有跟我解释 她就开始在道歉说我错了 我说你错哪了 她说钱都错了 就一开始我就做了demo 就往b站上发视频嘛 然后一开始就播放量还不错 第一个视频有一万多 评论的回复也还挺积极的 那我就受到了鼓舞 然后就一直在做 然后又发了好几个视频 然后后面有好几个视频 播放量有五六万这样子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一些投资 跟一些发行会找到我 然后去了解一下 然后当时比较神奇的是 就有一个个人投资人找到我 她说我觉得那项目很有意思 然后我们一起来把它给搞起来 然后她就非常的爽快 然后就我们聊了一会 然后就嘴上答应之后 她就很爽气地给我打了25万 正常人也知道不靠谱啊 谁会给你大笔钱让你自己去干 然后她就说不会啊 人家都这么相信我 怎么会骗我呢 我就除非她把钱打你卡上 你让我看我才相信她 然后说完没多久 就打过来了 挺打脸的这个事情 对 你看到这笔钱打过来 你什么感觉 哇原来是真的 当时的状态就是住办公室 然后买设备 然后招人 然后当时招了有两个程序 一个策划 还有一个美术 原本是想朝着爱破坏神 或者火力之光的这种方向 去做一个刷子类的游戏 就觉得我得到了其他人的认可嘛 就是我觉得我做了这个东西 确实挺有意思的 就干了一个月之后 她那边资金出了问题了 她是搞虚拟币的嘛 然后就那个时候 就崩了嘛 就22年5月6月的时候嘛 崩了嘛 最近早那个人都还没入职 然后就投资人打电话跟我说 就没钱了 然后解散 他有要求你把钱推给他吗 就没有完全推给他 推了一部分 这个其实我是跟他盘过一遍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确实创业失败了 其实说白来就是 你就用你自己的实力 跟你的钱去做一次尝试嘛 如果你失败没关系 大不了你就去找新工作啊 其实那段时间 她已经开始在投简历了 但是后面的话 她想了想 实际上她投了 但是她又没有去 因为她发现她喜欢那个公司的话 她少了这一份的精力 所以她必须还是在 把这个游戏做出来 一开始我就想要不要 就找一个工作这样子 因为当时一开始 这个版权卖给了投资人那边嘛 但是后来的话 那她又把那个版权还给我了 那所以我就说要继续做下去 当时老婆也其实对我挺不满意 因为她觉得我一直都在 做自己的事情 没有去顾及到家庭这方面 怀孕之后呢 就会发现一周炒一次 生完娃之后呢 就发现一天炒一次 所以我嫁来他们家之后 我就觉得我在历劫 你知道吗 真的是 天天干那么多活 我在家都没干那么多活 我生完娃之后 我天天发朋友圈 我说在想说 哎 我真的 我这辈子都没干过这么多事 就虽然我在家 就在我妈家 就是潮汕家 就虽然干一些家务 但是我家里面是很多人的 能帮我分担的 我发现我家回来自己的 啥都要干 就有点拧不住我你知道吗 然后她就会问我说 那我问你了 有什么要帮忙的呀 我说 这个家就这么大 有什么家务 你自己看不到吗 然后她就说 那就洗衣服 晾衣服 扫地多多 我说那你还说个屁啊 我说你不也知道吗 那你为什么不去干呢 她说 我以为你不用我干 然后当时就 就是很大声 很凶 就这样吵 也不是没空 时间只是其一 第二 就是你做事 你要动点脑子 就是你血带们很厉害 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做家务 能不能不要这么弄脑子 比如说你说 老公你帮我收下衣服 她确实收衣服 给你把衣服搞搞搞搞搞 下来丢床上 收好了 你看 是不是 我没有做错了 我就收衣服啊 怎么的呢 她不会把你把衣架撤下来 把衣架放在那边 然后她也不会帮你把衣服疊好 放在里面 不可能的 但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叫她收就收 你得清晰地告诉她 做个事情要分几步骤 后来我吸取了教训之后 我叫她做家务 都是分几步骤 后来她就能做好 但是哪能听得这么好 心急跟她讲这个 这是我的工作间 哦好 在这边 哦 哦 不错 你就是工作完了 倒头就可以睡了是吧 是 原本一开始是想做一个刷子游戏 但是就是后来自己做的话呢 又在资金方面 人力方面都没有办法达到原来的预期 所以就换了一个模式 改成了做一个 类吸血鬼新生者的一个游戏 那当时我做那个demo又像一个 很久以前的游戏嘛 一个叫雪形大地的游戏 它也是这样一个 俯视角的一个射击游戏 然后我就想在雪形大地的基础上 我会加一些更多有趣的内容 加一些成长的玩法 当时就以这个目标 来进行一个继续的开发 为什么大家都想做些游戏 人类型的游戏呢 就是因为它比较简单 又能出效果 也导致了这个 制作这个类型的门槛比较低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 其实我对很多细节的地方 还是挺注意的 就比如说 当你通关了之后 会有一个飞船来接你吧 有一个飞船飞进来 然后其实 在这个飞船上面 我还是加了蛮多的一些效果 像一些灯光啊 特效 音效这方面 还是挺花心事的 2023年2月份 游戏没有知名度 然后钱也快用光了 那时候我就想 就是如果没有钱到发行的话 我就自己上 就上Steam 只能拿着前面那笔钱 就一直撑撑到后面 后面那边那边 是它自己出钱的 你会不会下来很大 我压力比较大 我是挺焦虑的 第一次阿姨休假 我一个人连续待五天 从早上我六点钟 一直干到晚上八点多 九点钟 就是做家务啊 奶蛙啊 吸奶啊 什么东西都一起做 然后连续连轴转了 十二十四个小时 然后晚上又睡得不是很好 但是看她呢 感觉她除了工作 就还是工作 她也不会过来问你说 爱求什么需要帮忙什么之类的 没有 然后我就这样子转转了两天 我就实在扛不住了 那现在你说的是在家里面 还是那种上半夜你老婆照顾我 下半夜你要起来照顾吗 对 但是现在晚上就只喝一次了 哦 之前的时候是两个小时就要喂一次 哦 然后你喂嘛 喂半个小时 她又很大睡 然后又没过多久 她又 她又喂 啊 这个对你工作也造成很大影响吧 对对 你觉得你现在算是过大的吗 算是吧 游明星空也是从B站找过来的 因为他们给的预付比较多 而且他们没有修改意见 而且也是游明星空嘛 就才是比较出名的 就之前也用过也听说过嘛 对然后他们还提供一些支持 比如说像UI的支持 不是有一段时间 她那个就是收藏量 啾 马上涨涨到最高峰 会觉得哎呀 还可以是吧 然后我就问她 你那个转化率会多少 那个steam平台 然后转化率大概30% 我说你那个收藏量到多少 她说到6万多了 我说6万多 30% 咦 好像有好几十万吗 包括我自己其实也会发朋友圈去宣传 有些人会在下面评论 正向评论还是比较多的 我印象比较整个有一个特别让我火大 但是我也没躲回去 她就说你这个游戏做的好烂 你不要再做了 我当时很火大很想躲回去 但是后来想了想 我就回她 我说偏步我就是要做 特别是有一些国外的玩家 就是他们反馈就是会写的特别长 特别详细 说夸你这个游戏 哇 怎么怎么的好 就是我在新品节里面玩过最棒的demo 我非常期待 一个人做的话 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 节省了很多沟通成本 因为跟别人沟通 其实如果对方不能完全理解你的话 还是有一定沟通成本 就是你说你要一个东西 可能需要反复的反馈三四遍 别人可能才能理解 缺点就是所有方面你都要会 甚至说要能做得好 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就是那你还是一个人 你没有办法同时做三方面的工作 就是要提升自己发现家务的能力 看到衣服没收就要积极跑过去收 看到衣服没有晾就跑过去晾 看到垃圾桶满了就倒一下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肯定是需要磨合了 就大家互相包容 互相迁就了 就我俩就是搞得好像同龄人一样 不知道是她显年轻 我显老说实话真的 那她显年轻吧 你比她大八岁到我真的没 真的看不出来 我妈其实还不太同意我们俩结婚了当时 她觉得大太多了 怕我老了 就是她老了之后我要照顾她之类的 我说那现在她照顾我啊 自己一样吗 我说就是因为我年轻嘛 所以我很多时候我都是不太成熟了 她比较稳重嘛 有什么想对你老婆说的话吗 非常感谢 谢谢你的支持 我希望这游戏能大卖 赚更多的钱 就这样子 好主意 对啊 就这个想法 其他都没有了 对啊 反正家务的事情说了也没啥用 你得调教它 又这么简单 对啊 你这种只能够从这个事情大卖 然后能够把这个游戏卖出去 然后让它有信心做更好的游戏 可以服务更多的玩家 对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我们做的还不错的话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三连的鼓励呢 啊 如果你觉得做的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来加我的微信直接来跟我讲 好 好 谢谢 researched 你给我出面的 好啦 1980 不要 评论